我們現在是跟著這些抗議的群眾 從立法會走到了特首辦公室這邊 他們今天來到這裡 要向林鄭月娥喊出他們的訴求 可是可以看到 在這邊其實是有圍欄擋住的 而且在這個特首辦公室的外頭 有非常多的警察 包括有一些也是今天 可能特別增派的警力 而在現場我們可以看到 很多民眾持續守在這裡 他們是喊出了要撤回的口號 不撤不散 現在剃一下稍早的畫面 畫面上可以看到 其實現在是有一點些微在飄雨 但是香港人還是很多人聚集在這裡 而且他們是撐持了雨傘 還是堅持不退 那麼其實在這裡 他們最主要要喊出的訴求呢 就是希望要撤回相關的修例 我們來聽一下現在現場的情況 第一個歐欄機靠不住 第一個歐欄機靠不住 好 可以聽到他們在現場呢 也有一些人喊出說 一國兩制靠不住提出他們的抗議 而最重要的當然是希望說 相關的逃犯條例可以修正 而且在剛剛帶頭的議員有提到說 他們來到這個特首辦門口 在這裡目前是得不到回應 想要先走回立法會這邊 繼續來靜坐 但是在現場這上千名的群眾 是反對的 他們不同意 他們堅決要留在特首辦的門口 不願意回到立法會 那麼在現場任何最新消息 我們都會在這邊為您來掌握